我想整个国家的机器在对抗病毒 我们不可否认 确实大家都很努力 可是你在整个过程当中 有包啊 有头战牌 有没有夹带 你知道我知道 天才地才 当我们的指挥官 往一个既定的方向目标锁定以后 那所有声音几乎他都听不下 那我们怎么办呢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探讨 我们先讲 不是究责的问题 现在究责有什么 我们的生命就摆在这个空中摇荡 就像风中残煮一样 台湾百姓的生命就像风中残煮 目前的状况是这样 我们在民间听到太多投诉了 所以今天 有人去救责三加十一全包括世界的大媒体都会提出台湾因为三加十一造成防疫的破口 所以一发不可收拾 如果这样今天要怎么去面对 那 神尹的12天这个换委员 他就出来讲 哎呀 万一 台湾去买这个BNT 上海 大陆上海代理的BNT 出了事以后 怎么办啊 找谁负责啊 我现在告诉你 已经130个同胞因为染疫确诊死亡了 有的是死亡以后才知道他确诊 有的是24天染疫确诊24小时就死亡了 有一个礼拜有三天五天的都有137个 这死亡的137个那他们找谁 找谁啊 如果没有当年 当时 当时 你们去卡了灵犬 今天我想 这些人 年纪 大的 他是第一T次 就可以打了 现在的新冠病毒是在不可知的状况之下 所以全世界 为什么大家要去做三期检测 那你有了三期的报告以后 而且他们 很厉害的 这一锤 他们攻击世界这些有经过认证的这些大厂的疫苗 所以他们二期报告做的少我们的样本数比他还多 结果人家提出来的数据 如果你到WHO的网站去看 他有中文版 对不对 那每一个疫苗他的数据是多少 做了多少 人家二期做多少 另外做多少 然后跟三期开始做了之后又同步做了多少 那些数据是不能 既然我们的国会议员 包括我们的执政党 中央厨房 他就散播这些消息 所以说整个团队满脑子就只会斗 那你斗在野党 斗人民 斗媒体 那再来就是不会斗病毒 所以这是一个无财无德 无方无能又无耻的团队 今天不是我在给你们变成 刚好就好了 你要钱 我们要命嘛 那你要了解说整个四十年前 以前选举是这样嘛 你投票投错了 四年到了 我可以把他换下来啊 可是现在呢 你投错了 你投错 我跟你讲 你染疫了 一辈子你就没有再投票的机会啊 对不对 这一百三十个人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 所以啊 你就可以看到说 他们不断的 今天早上我刚刚早上看了一下那个股票市场好像 那个公司又跌停了 又跌停了 你说没有 好啊 那你讲没有 那检察官讲那你这么讲我们怎么敢查 现在 现在 监察委员 一个 苏委员 监委 他要启动调查 可以啊 把他查 查得一干二净 我要对这个灵达 这个检察官 我们要表示最高的敬意 你在这个时候他敢这么讲话 你看看 你看看你们的过程 你怎么操弄 所以我讲说 查不到股票 你名下没有股票不表示你没有牵扯在里面 也许 很多官商勾结是这样的 那你生意人 我跟你期约 等我将来再给付啊 检察官破案的不是有很多这样吗 约定 事成之后 给付啊 那这个期约的过程 你要有因办事项 当政府总统 总统跟前副总统都出来背书 这第一个 这是不是因办事项 第二个 卡住其他可以进来的疫苗 哦 这样事情就大条了 你有管道要买了 我就给你挡挡 连 林全 前院长 他都卡 卡到 没法度啊 总是我们自己人嘛 我们请他当过院长的 又是蔡总统的好朋友 不然他分你啦 分你两百万剂啦 两百万剂给你探啦 敢是这样呢 你是这种心态吗 是这种心态吗 所以林全要买三千万剂 他跟上海谈好了哦 复兴总代理谈好了 三千万剂 一剂三十一块美金 最后 我们把它砍 不然让你买两百万剂 让你买两百万剂 那林全就讲说 不然这样 我买一千万剂 政府买两百万剂 我们公司买八百万剂进来 不行开玩笑 让你八百万剂进来 你要卖给谁对不对 你只能买两百万剂 两百万剂 扩大给你 这样要想 林全就讲 这水那么深 退 打退堂股啊 好 你现在讲说上海代理会有问题 那你当时为什么 让两百万剂给林全 林全的两百万剂 如果你让给他 他如果愿意买 也是上海复兴代理的 那上海复兴代理有什么问题 本来就没问题 好 然后你们透过雅各城 出来开会 吴子佳那也觉得很好 你说那里面都有面 有鬼啊 有鬼啊 对不对 最后看舆论风向 人民开始愤怒了 这一组人还蛮聪明的 退了 退了 你还懂得退 算你聪明了 所以 这个卡住其他的疫苗 不管娇生也好 莫德纳 那里面这些 因为Corebase Corebase给你的 那我们就很有期待 那你为什么要跟韩国买那十七万剂 韩国人不要打的 一中出来 那我们把它买过 买多少钱 你我都不知道 那如果你现在拿到了疫苗 Corebase给你的疫苗 到底是谁生产的 你知道吗 那如果是大陆生产的 你要用吗 他们在打的 我们不敢用 你当指挥官不应该这么讲话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今天台湾的 台湾的人民 他是很有智慧的 而且网络时代 讯息的查证是很坏的 而且这个公司里面也会有一些有良知的人 我告诉你 可以同甘 可以共苦未必能同甘 很多强盗集团 他们去抢劫以后 哇 很成功 而且很团结 一抢就要抢很多 为什么 因为抢回来可以分了 可是为什么最后会破案 就是因为回来以后 你分太多 他分太少 分赃不均了 分赃不均了 那就有人出去检举吧 所以最后很多嫌疑好几年的悬案 最后会破案 就是因为 窩里反 所以为什么我们检调会有窩里反条款 我们立法会立这个窩里反条款 是很聪明的 就是当你立意分配不均的时候 人性的弱点 这就是人性 就有人会爆料 所以你不可能掩盖得住 那当你这个第一个背书也做了 第二个就是卡疫苗 卡住所有其他的疫苗 那时间拖拖拖 等到拖到七八月 各位 等到七八月 你我还能活命吗 你我还能活命吗 所以你要钱 我们要命嘛 对不对 你卡住这些疫苗 七八月 你买他的 我已经提过好几次了 我也跟立法院 国民党的党团讲 预算放行 赶快放行 他要买一千万剂 两千万剂 都是随他 反正我们不打就好 但是一定要附带 他要让其他的国际大厂牌 WHO认定的 好你不打中国大陆了 可以 中国大陆他也不会准你 什么科兴国药他不会准你的 就AZ 莫德纳的 这一些 BNT江森的 这四五个大品牌 那AZ是副作用比较高一点 但还是有效 我之前在节目上也讲 有机会打你赶快打 你就附带要让这些疫苗 让我们可以选择 让我们可以选择 这样就够了 我们不差那几千块 这一次如果要透过 每一个人再发一万块的话 那你就拿这一万块去打疫苗 自购也 你也必须要打 那你才有形成保护率 现在先谈这个 我们就讲这个 契约的第一个背书 第二个卡疫苗 对不对 可是我怎么知道 万一到最后你会不会 做到最绝的就是什么 第三个 下订单 我以前做外销的 玩具的组装开发 如果我还在开发 那你就给我大订单 你就是这个客户 我都还没做好 我只是在做模型 在一个构想 那我这个玩具可以飞天赚地 怎么样 你就给我大订单 我就暴戏了 你知道吗 现在就这样 他二旗都还没解盲 当时那个号鼎案 你记得吧 就是因为解盲没有通过 而且事先有人 走漏风生 他知道解盲不够 就把股票怎么样卖了 今天第四根跌停 那一天 那个计划主持人 这位医师也是很勇敢 很奇怪 我们二旗解盲都还没出来 怎么就给我这么大张的订单 你看看 那你认为台湾这些人民都是潘纳吗 他看不懂吗